插入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有些功能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解決某個問題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 那怎麼辦? 你就要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就是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刮鬍自傳函數 他是問答式的 問你什麼?你的資料在哪裡? 你給他一個資料 他給你最後的結果 你就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其實最後你看到的東西呢 就類似像這樣子 這很簡單吧?應該沒有人不會吧? 所以以後你的電腦裡面只要有 這個自定函數的話 那你某一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 所以你有很多工作裡面 自己可以寫自定函數吧 而且不只是自己受益 可能別人如果同部門 或者同公司 說不定也有類似的需求 那不就專門找一個人 寫這些東西就好了嗎? 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怎麼做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制定函數 制定一個叫刮鬍自傳的函數 那做法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它一樣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第二的話就是在這邊 特別說我這邊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重來一次 那我做一次 做法上很簡單 一 先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方 這個一定是型態一定是Function 名稱的話呢 取一個名稱叫 刮鬍自傳函數 確定 第二步驟的話呢 就是後面一個刮鬍 這個刮鬍指的是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的名稱 那我這邊打一個資料 所以我要跟使用者要一個什麼 名稱我就叫資料好了 那這個名稱 將來會在哪邊找到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插入函數 按確定 這邊就有個資料兩個字 當然將來這個名稱 你可以不一定叫資料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它會給我一個東西 傳給我 那我怎麼辦呢? 我要去接收它 那怎麼接呢? 可以透過資料 這個名稱去接 程式怎麼撰寫? 其實比較簡單的方法 可以拿剛剛的東西 來做修改 那其實拿什麼來改? 拿這個來改 不要 因為它不用回圈 因為回圈是 我們按按鈕全部跑完 那如果是Function的話 是向下填碼 所以一 你可以把上面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 Fornets裡面的東西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中間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縮排稍微再往前一下 Shift加TAB 就是往前 TAB是往這個 Shift加TAB 是 等一下 減少縮排 然後呢 一樣把資料 帶過來之後呢 我把它放在哪裡? 把這個Sales 貼上 意思就是說呢 剛剛是自己在上面抓 現在是由使用者給你資料 使用者給你 所以喔 基本上呢 會有 只要看到的SalesA 就把它改什麼? 改成資料 那返還給誰? 返還給自己 所以第二個 記得喔 把 原來丟到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 叫刮弧自傳函數 名稱要Match 好 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一個是直接去抓上面的東西 一個是透過傳遞引述的方式 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插入函數 然後呢 直接呢 這個給它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好 不過最後有個問題 這邊多一個0 那為什麼有0呢? 因為刮弧自傳 假如你最後不傳任何東西給它的話 它預設值就是0 因為我這邊喔 如果找不到 那這一個部分就不跑 那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喔 多一個動作 就是 反之 這邊叫一個else else就是反之喔 如果我說呢 它找到了 找到了前刮弧 那就執行 如果找不到 這個else是找不到 刮弧 意思是說沒有前刮弧的話 那我就把刮弧自傳有沒有 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 不然的話喔 它原來是0 那你輸出就變0 可是如果說你丟給它一個空字串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給取代成空的 那你寫完之後呢 游標放回來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放在這裡 打勾 它就會重整 有沒有 0 全部不見了 OK 那這個 這個程式 雲端上也找得到 所以請各位 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因為是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開個頭啦 你大概很 就是說呢 大概 先了解一下自己的實際上的學習情況 然後我是建議 如果 上個學期有上過課的同學 反正你就是先往前 再看一下其他的範例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也許你就是 再看一下我之前的東西 或者是說把那個上課的指定那本書 可以先給它買到 然後 先做預習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 我們先講到這裡 好嗎 好嗎